三星Galaxy A40s深度评测下集 与常见的三层结构不同 Galaxy A40s的背壳和中方才有一体化设计 既不容易击灰 同时配合3D不停设计 可以带来更好的滋滑般的手感 没有任何脱手的感觉 同时Galaxy A40s虽然是一款入门机型 但该机同样配备了Type-C接口 并且4.5mm2G插口也能够保留 充分显示了三星的诚意 作为一款入门机 配置往往并不是跨增的重点 三星Galaxy A40s财务8核设计 搭载两个A43内核和六个A53内核 最高主持为1.8G赫兹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定位为终端处理器 但是在性能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从测试结果来看 三星Galaxy A40s的安兔兔 得分是107,220分 G54单核成绩为1323 优合成绩为4132 所有宝贝数据均属于 大多数入门机会当中的顶限水平 让入门机也能实现畅爽的体验 在实际游戏测试当中 我们用当下作为流行性能要求最高的大型手游 决定求生和平精英 对该机进行游戏测试 在游戏当中 该机最高支持画质将设置为均衡 帧数为中 以此来测试 该机的游戏表现 在决定求生和平精英 这样的大型手游当中 该机的流畅度和画质 比较不错 无论是人物植物 还是建筑的细节渲染都算清晰 除了个别时候会有卡顿系统之外 基本还是能够满足日常简单游戏需求的 当然对于这款入门机 以及性能更高的游戏来说 想要各法的体验 还是有些可可的 随着拍照成为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旗舰机拍照水平 开始媲美丹反的同时 终端乃至入门解决机型的拍照水平 变得了进发量提升 对于手中这台三星 Galaxy A40s来说 该机后置 1300万像素主射 加500万像素景深 加500万像素超广角 AI智慧三射 这对于一款入门级别机型来说 着实和夺见 对于该机的相机表现而言 最吸引小编的 就是这颗123度的超广角镜头 从样张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在广角模式下 可以营造出更好的空间感和纵深感 视觉上更具冲击力 在其他光线冲突的环境下 三星Galaxy A40s 成像表现十分讨喜 得益于1400万像素主射加持 该机在细节环元等方面 还蛮不错的表现 虽然画面略微有些偏黄 不能和中高端机型 带来的色彩环元和白配红相比 但是在同价位进行当中 还是有点优势的 在夜景方面 从以上夜拍样张可以看出 Galaxy A40s 对造点的控制十分的到位 画面的纯定度很高 在暗部也保留恒复细节 虽然在部分场景 会出现画面光光的情况 但是对于各色色彩 以及对比都比较精准的发现出来 画面效果还是比较超级的 虽然可以说是 三星Galaxy A40s上 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亮点 别看该机的机身轻薄 但是如此轻薄的机身当中 竟然内视了五千毫安时的 超大约电池 这确实让小编没有想到 究竟该机在虽然表现上如何呢 小编模拟了温常使用当中 常见的几个场景 包括吃鸡30分钟 微信语音通话30分钟 刷30分钟的微博30分钟听阅 在线视频观看30分钟 共计150分钟的连续取航测试当中 以此来模拟中毒使用情况下 该机的耗电情况 在测试情况来看 好逼问五千毫安时 容量变质的价值之下 三星Galaxy A40S的球表现 那是极其出色的 经过150分钟连续测试 测试结束之后 剩余电量高达86% 由此推算 该机基本上可以满足 在线视频连续观看15小时 或者连续吃鸡9个小时 即使是重度手机用户 也可以放心了 不仅如此 Galaxy A40S还拥有强大的快充能力 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补充电量 让需要紧急充电应急的用户来说 也是一大福音了 总结 总结而言 虽然该机只是一款入门级别的机型 但其渐渐持上的外观设计 舒适的握持感 足以满足基本使用需求的硬件配置 当然这款新机必须亮点 让表现不俗的AI三摄 和充足容量的五线环时电池的加入 更是进一步提升了该机的竞争力 在同价位进行当中也算是佼佼舍了